张丹峰 张丹峰就参加了一大大名鼎鼎的生存内真人秀 乱着贝尔去冒险 在节目里的很多表现 就让观众表示不能忍 甚至连一同参加的嘉宾也表示反感 在第一集里张丹峰就树立了一个人设 那就是无论风吹雨打 发型不能乱 就在最后总结的时候 队员们坐在一起 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这一点 紧接着第三期节目中和搭档 无欠在瀑布中做塑降 因为有一块落石砸中了他 幸好当时戴着头盔 张丹峰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却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完成任务过程中抱怨不停 当然了 石头砸到头这种危险的事情 既然被张丹峰遇到了 那就要说个不停 完成任务私下采访时要再说一遍 再被尔问候队员时要再说一遍 强调自己受伤了 安保措施不到位 质疑节目的安全性等等 然后节目贯穿的始终 张丹峰始终强调自己有家庭 有妻子 女儿和儿子 不希望自己受伤有危险 也是一样反反复复的讲了安多次 针对这段节目录制中的安全小隐患 节目组也采访了其他嘉宾 韩雪和大张伟对这种行为 不约而同的纷纷dis那一步 后来在另一期节目 李队员们的晚餐是杂杀小黑羊做晚餐 众人纷纷表示不忍心 然后主持人先采访了谢天华和大张伟 问在有他没你的情况下 你怎么选 谢天华和大张伟都表示杀羊吃 问到了张丹峰时 张丹峰表示 那就有他没我 这时弹幕的网友们坐不住了 纷纷趁其虚伪 反正在跟着贝尔去冒险这当综艺 张丹峰的人设彻底立住了 爱妻子 爱孩子 善良且注重发型 而且从这当2016年的节目里 能看出金言和经纪人的绯闻 也是莫名其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